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th研究生 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 7月4号星期二 其实说真的 真的是不知不觉就到了7月了 这个7月是什么概念呢 这句话其实应该要昨天讲 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忘记讲这句话 所以今天来补说一下 7月是什么概念呢 7月就是台湾开始放暑假了 那日本呢理论上还没有开始放暑假 因为日本的暑假呢 王是不是聊过这件事情啊 有点忘记了 可能讲很多次了 日本的暑假呢是8月跟9月 原则上是7月底 然后8月左右啦 那放到大概可能 有的学校是只放一个月哦 就只放8月的也有哦 那如果是大学的话 通常会放到9月中左右 不知道是日本热的特别晚吗 应该也不至于 现在其实东京已经非常热了 就是会热到有一点点 小厌世的那一种热哦 那当然对于大家来日本玩的状况 来说的话呢 就是旺季又要重新开始了 就是淡季呢 淡了个大概5月6月左右 相对来说算是比较淡的季节 那7月呢就是进入暑假了嘛 所以应该是这个机票也开始变贵了才是 好的我们今天呢 先来回复Spotify上面的QA 应该是昨天要回啦 结果昨天又忘记了 毕竟就是睽違几个礼拜的录音 有点忘记这件事情 这个Spotify的回复呢 跟Apple Podcast上面的QA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Spotify它是每一集每一集 上面是可以留的 那我会看到是哪一集啦 不过也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如果我已经回复到了 然后呢 你在这一集之前的地方留言 我觉得我可能捞不出来 因为这个系统真的 也是做得没有太好了 我没有办法把它捞出来 所以也没有办法正式的 回复到你说的东西 所以无论如何回复在新的那一集那边 如果你是Spotify的收听者的话 好我们来看这个是第89回 这个在聊 年轻人不看电视是真的吗 这个Terisa Ng 因为日本的电视真的好好看 去日本玩 我光看电视我就开心了 应该很多人真的很喜欢 在日本看电视 这个好像就像我那一集在聊的 这个在做的品质啊什么来讲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在 好再来 1152668254 这个昵称是 没有改好像D4 就是一串数字的样子 NHK网络上也有好多小节目 会介绍日本的文化 每天早上都要必听日本大特首 感谢你偷渡进来 称赞这个节目 谢谢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 这个是93回 再聊令和妈妈 喜欢听这个节目 每集都听 这个是Lucy Kwan 谢谢你 再来94回再聊令和爸爸 从40大叔和海银的时候 开始喜欢这个节目 且固定每天听 已经几乎听完 但一直懒得留言 今天听完忍不住 想来回一下 生了小孩以后 女生不喝酒 有很大的原因 我猜是因为要哺乳不能喝 至少半年到一年 不然其实也很想喝的 另外其实日本的North Face 是有拿到在日本设计的权利的 所以的确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或是商品 是只有在日本的NF才有卖的 这个 接着留言里面 是不是回复太多东西 我有点 头有点晕 首先先感谢你收听这个节目 然后我们这一集 在聊令和爸爸 那里面应该是有聊到说 生了小孩之后 令和妈妈 比较不太喝酒 他就提到说 其实是因为 哺乳的关系不能喝 所以你应该也是当妈妈 然后又熬过一阵子 不能喝酒的状态 然后North Face这个 是不是在聊露营的事情 就是日本的North Face 真的是整个设计 跟美国不太一样 这个之前有稍微 跟大家聊到一下 这件事情 你知道我以前 在美国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 微微啦 没有那么的喜欢North Face 那原因是因为 它是一个北家的牌子嘛 那我本身也住在北家 就觉得就是你知道 家里附近的牌子 就没有特别给他太多的注目 真的是到了日本才发现 日本喜欢North Face的人 超级多啊 而且就是真的设计起来的 感觉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又重新开始了 对North Face产生了喜好 开始有时候会看一下说 最近又出了什么样的产品 好 接下来这个U音效 冷冻食品 如果不是小包装的话 要长期自在的人 比较适合吧 好像不太实用 对 因为我这一期有聊到 冷冻食品这件事情 的确 如果说你要买冷冻食品 回台湾 应该是不太可能吧 好像有一点点困难在 再加上里面如果还有肉的话 你又更不能带了 好 再来这个是 Jenny Lan 是这样念吗 我要听冷冻食品 因为下次去日本住宿的地方 有微波炉 谢谢研究生 再来 Starsan 其实就是因为到日本旅游 从来没有吃过冷冻食品 反而好奇 希望能开一集来聊这个话题 哇 结果你知道我一直都没有聊这个话题 就让他放了几个月了 我简单稍微小剧透一下好了 我自己觉得日本的冷冻食品 我最常买的东西 可能会跌破大家的眼镜 我最喜欢买的东西 其实是炒饭 我不得不说 我觉得日本冷冻食品的炒饭 比较难踩到雷 那我通常会把各个牌子的 都吃过一次 所以心目中有一些就觉得 还不错了 像是Donkey Holder就卖得很便宜 而且相对的也还蛮好吃的 那另外有一种不算是日式的炒饭 它叫做皮拉夫 皮拉夫通常呢 这个我不知道算是欧式的吗 就是它是白白的 不算是用炒的 那上面呢 也算是用炒的啦 我不知道怎么说呢 那通常会有虾仁的那一种 那个我觉得也是不太容易踩到雷的 然后我自己觉得冷冻食品里面 最容易踩到雷的东西呢 是章鱼烧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买他们的章鱼烧的冷冻食品 都觉得有点小失望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 没有把酱料给配好吗 大概是这样子吧 那另外还有一个冷冻食品呢 我觉得用气炸锅很不错的 就是他们的炸鸡块 哇 这个真的是各家出的炸鸡块 味道都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说你来日本玩 这如果你住的地方有微波炉 也不见得会有气炸锅就是了 所以这个鸡块如果不用气炸锅 我实在不知道这味道行不行 好啦 这个冷冻食品稍微跟大家聊一下 对对对 还有一个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可以试试看他们的牛洞 猪洞的冷冻食品 我觉得那个盖在饭上面 其实有的时候跟 在便利商店 不是便利商店 在快餐店像吉野家 或是Sukia买回来 非常像喔 只是说如果非常像的话 大家来玩好像不太需要买冷冻食品 直接去吃就好了 好啦我们 简单简单的聊一下冷冻食品到这边 好 我们下一次从95回 之后的Spotify开始回 那Abo Podcast的回复再稍等我一下 没比下一周吧 我们接下来聊这一个 算是魁违已久被敲碗非常久的 蛙化现象 不得不说 蛙化现象这件事情 已经从日本红到 在台湾已经很多人都在讨论 这一个名词了 那这个蛙化现象 为什么今年又再度红起来呢 因为在6月的一个调查 就是算是Z总研 专门在研究Z世代的一个 算是民间的研究所 把它重新捞出来排名 问说年轻人高中生们 你们第一名的流行语是什么 结果你知道第一名的流行语 选出来的就是 蛙化现象 什么是蛙化现象呢 蛙化现象这一个词啊 其实已经出现非常非常的久 这个第一次出现这个词汇啊 已经是2004年 2004年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事情 那我看这个资料呢 他是说是从基建学员 女子大学的教授 滕泽申界 他所提出来的 那这个蛙化现象呢 就是他从58个大学生里面呢 发现有40位有蛙化现象的体验者 在交往当中 那他特别呢 是针对女生在做研究 那当然原因很简单啦 就是因为这个教授 是女子大学的教授嘛 所以说呢 一开始就是以女生观察为对象 也因此呢 一直大家都说 蛙化现象是一个特质女生的现象 不过呢 其实我发现在2020年 有连续好几本 应该说有连续好几篇论文 发表在日本教育心理学会 总会发表论文集 而且这份论文集呢 还是日本教育心理学会 所出版的 有正式的DOI 有正式的ISSN 就是说 它是一个在日本非常正式的 一个学术期刊 所出版的文章 在聊到哇化现象 在2020年2021年的时候 那当然呢 他们就有聊到说 其实这一个现象 不见得是只有女生 才会有的 那我刚刚讲到的 这一个腾哲生计啊 在2004年所 第一次聊到哇化现象 这四个字啊 其实他也是投稿 在这一个日本心理学会 大会发表的论文集里面 所以呢 他们这个名词出现 并不是说从杂志 或是报纸里面 大家去看到最近的现象 给他灌的名词哦 我过去聊一些名词 是这样来的 比方说聊到这个 什么SP SpacePod 这个其实都是一些 Marketing的杂志 他们去赋予给他的 然后就越来越多人用 就用起来了 但是这个哇化现象 不太一样 它其实一开始 是从学者提出来的 一个词汇 好我讲了那么久 都没有讲 什么叫哇化现象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呢 这个哇化是什么呢 哇就是青蛙嘛 那大家其实有看过 有一个童话 就是说那个青蛙王子 青蛙王子呢 就是公主亲了他之后呢 他就变成了人类 这个其实是一个 美好的结局 但是哇化现象 发生的事情是呢 他变成了青蛙 就是这个男生 本来是人类 然后忽然变成了青蛙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一个就是 最常被拿出来 讲的一个例子 其实有非常多状况 会让女生觉得哇化现象出现 就是呢 女生呢 本来很喜欢一个男生 然后呢 就是一直单恋的状态 结果忽然 这一个男生 跟这女生说 其实我也喜欢你 结果这个女生 瞬间就发生了 哇化现象 就是他就忽然觉得 这个男生 从一个英俊的 白马王子 变成了一只青蛙 然后就不是很想理他了 就是所谓的 哇化现象 有没有觉得 蛮诡异的 本来很喜欢 这一个男生 结果这一个男生呢 忽然跟他告白之后 女生就忽然很讨厌 这一个男生 然后也会开始 有点讨厌自己 这个 我自己好像从来 没有发生过 类似的状况 不知道女生们 是不是真的 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我刚刚 其实有提到 因为呢 最一开始 所提出来的 这一个教授 他是在女子大学里面 所观察到的现象 写成的报告嘛 去投稿 但是呢 其实在2020年前后啊 有一些学术投稿的现象 他们就发现 这已经不是只有 女生才有的现象啦 其实男生也有 只是因为一开始呢 这个提出来的时候 是用女生为主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女生才有才是 这个有的时候呢 流行趋势跟学术之间 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啦 毕竟我自己也写了 学术论文写了多年 深深感受到 学术论文跟这个 现实社会上面的 流行现象的差距 我觉得差个五六年 应该是跑不掉的啦 那当然为什么 2020年2021年 会有这样子的研究出来呢 因为在2020年左右啊 这一个现象呢 又重新的 被拿出来做讨论 尤其呢 还有漫画 专门以这个 挖画现象为主题的漫画 也在2020年的时候出版 一直到今年 就是2023年的上半期啊 这个所谓Z世代的人 所挑选出来的 流行排行榜的语言第一名 登登 就是挖画现象 从疫情开始到了 疫情结束 很多的高中女生们 发现说 我在看这些男生的时候 觉得这些男生 好像有挖画现象的存在 好 我这个 想要去更深度的 去谈论这个挖画现象 但是我不太想要去念论文 我把这两篇论文 都拿起来念了一下 我觉得 若要聊论文 真的是不太有趣啦 所以我就来 还是来看一下 网路上面的一些东西 首先呢 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呢 就是也有公司 在网路上面 做了简单的调查 就是说女生呢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会不会碰到挖画的现象 结果她做的调查 有50%的人说 有50%的人说没有 什么意思 一半一半就是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一些 有的答案是什么 在便利商店结账的时候呢 看到那个 找回来的零钱 掉到地上 然后她捡起来的时候 忽然发现挖画现象 怎么办 我会不会这一集 从头到尾都处在一个 不是太理解的状态上 所以年轻的女生 看到男生的这个状况 会忽然觉得有点 痘痘了 就本来很喜欢她的 忽然觉得 怎么变得好像是青蛙一样 从王子变回青蛙 这个王子变回青蛙 有一点点微妙 人家明明童话故事 是青蛙变王子 然后你硬是要把 王子变回青蛙 再来呢 就是不断的对自己 表现出来 告诉自己说呢 有多厉害 这个就觉得有点冷掉了 这我就刚刚讲的 有的那个从 原本是单恋 然后对方也喜欢自己 就会开始 有点冷掉的状态 那还有就是说呢 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觉得不是很干净 就挖画现象 我发现我自己 有的时候吃东西 乱七八糟 可能很多人看到 我都会忽然觉得 挖画现象 我不算是一个 吃东西会 餐桌上面非常整齐的 那一个 尤其我很讨厌 吃那个 像是润饼类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容易掉下去 不知道大家看到 我吃东西的时候 润饼里面的料 掉到桌面上 会不会有挖画现象的 方式产生呢 那当然有一些呢 觉得没有挖画现象的人 他们就觉得说 这就是一个流行语而已 不用太认真的 看待这些事情 所以呢 我就从网路上面呢 就找到了一篇 SEO文 挖画现象排名 在最前面这篇文章 然后这篇文章呢 SEO文的意思就是说呢 大家搜寻 都会查到这篇文章 我们就来看看 他怎么说的 这篇文章是由 生本邮寄 是一个AFP AFP是一个财务资商师 行政书士 跟夫妇资商师 这三件事情 是同一个人在做的吗 好的 这个生本小姐 非常的厉害 就是也解决别人 财务问题 行政书士 有一些像是代书啊 之类的问题 也负责帮夫妇们 去解决他们的资商 他就写了这篇 万化现象的文章 非常多人的点击 所以呢 已经变成了 Google排名的 算是前面了 我们来看看 他怎么来谈这件事情 首先这个万化现象 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青蛙王子 这个由来啦 那特征的症状是什么呢 症状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呢 你本来喜欢对方 但是忽然觉得 有一点点 不是那么的喜欢 觉得有一点点 不舒服 那再来 第二个症状就是呢 自己会开始 有点讨厌自己 就觉得说 自己怎么会这样子啊 明明喜欢人家的 为什么忽然觉得 不喜欢人家了呢 的那种讨厌的感觉 那事实上他觉得呢 男生好像在这方面 温化现象产生的 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就是男生他如果说 原本喜欢这一个女生 然后忽然觉得说 他做了某件事情 就觉得说 好像不是很舒服 就不太喜欢他了 这种状况好像少一点点 那这个是男生对女生 那不知道女生对女生 男生对男生 是什么状态 然后他没有讨论的 这么的深 我自己觉得 如果温化现象 这件事情存在的话 应该是 只要是你有一个恋爱对象 都会发生的状态 才是吧 大概吧 那有些人会特别明显 有些人特别没有 我自己看完之后 我觉得我好像 不太会发生这种事情 好 那会产生的理由 有几个呢 他列出了六个 哇也太多了吧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理由就是呢 就是呢 从单恋变成 互相喜欢的过程 比较有趣 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喜欢对方 对方忽然告诉你说 我也喜欢你的时候 你忽然就 哇化现象 感觉没有那么的 喜欢对方了 原因就是因为 你觉得这个单恋 慢慢转换成 互相喜欢的过程 是最有趣的部分 然后呢 对方忽然喜欢你之后 你就觉得不有趣了 是这样吗 好吧 这个是第一个理由 那再来第二个 可能的理由呢 就是呢 从单恋变成 互相喜欢之后呢 忽然发现 没有下一个目标了 这个好像可以 稍微理解一点 于是就不喜欢人家了吧 决定要找下一个人 是不是 好了 年轻人好像 有点难理解 为什么我讲年轻人 因为这个是 最近2023年 选出来 Z世代的流行语 第一名 再来第三个 就是你发现呢 理想跟现实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原因是因为 在一开始单恋的时候 觉得对方 什么都是好的 但是呢 开始交往之后 发现到对方 有一些东西 不是那么的完美的时候 觉得有那落差 就忽然觉得 蛙化现象 对方变成青蛙了 这个我觉得 好像可以理解 这个如果是年轻人 第一次谈恋爱的话 总是会把爱情 想象的太美好 这个 对方全部都是优点 但是自己却有 很多的缺点 这个可能 没有注意到说 其实一开始 你也只有呈现 优点在对方面前 慢慢自己的缺点 也会越来越多 让对方看到了 好 再来理由四 对于喜欢自己的对方 感到十分的失望 这个其实跟理由 一有一点点像 然后我有一点点 不是很难理解 就是呢 他觉得说 我很喜欢对方 对方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存在 但是呢 对方是这一个就是 碰不到的存在 然后我很喜欢对方 结果我发现 对方也喜欢自己的时候 忽然觉得 这个人没有那么伟大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样子是不是 对自己太没自信了 如果喜欢的那一个人 你发现 他也喜欢自己的时候 你就对他很失望 这不是某种程度 也是表示着 你觉得自己很糟糕吗 所以他喜欢糟糕的你 所以你觉得失望吗 是这个意思吗 好吧 我也是有点不是太懂 好来 再来理由五 不想要伤害自己 这个原因是因为呢 你本来是单恋嘛 现在互相喜欢了 那之后呢 很怕就会分手啊什么的 就会忽然觉得很怕受伤 所以瞬间就对对方忍掉了 再理由六就是呢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自己是负责得到的那一个人 所以如果现在已经互相喜欢的话 我是不是也要对对方付出一些呢 哇 好 我这个一到六读完之后 忽然觉得 好像哇华现象 发生在年轻人的状态 我可以理解 但应该不会只有女生 就是好像有点 没有谈过恋爱 对自己没有什么自信 的那种感觉吧 好 然后这一位就是财务諮商师 又负责做男女諮商的 这一位 森本小姐 森本小姐呢 她列出了几个特征 第一就是恋爱经验很少的人 第二就是对自己 没什么自信的人 第三就是呢 对于理想想得太高的人 再来第四个呢 过去恋爱当中 有受到创伤的人 好了 好像可以理解一点点 这样子的人 好像特别容易产生 哇华现象 然后她也给了 哇华现象的解方 我怎么讲到这边 忽然觉得我这一集 好像恋爱节目 怎么会聊成这个样子 我们要解决 哇华现象的方法 有六个 第一个就是呢 扩张你的交友关系 第二个就是呢 你的恋爱啊 要从朋友开始慢慢的开始变成恋爱对象 第三个就是要习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第四个就是要更认同自己 第五个就是呢 比起恋爱要更磨练自己 那第六个就是呢 在谈恋爱的时候 不要什么都要让对方来决定 好 如果可以克服这六项的话 哇华现象可能就会好一点点 好像这个哇华现象一开始在聊的事情是说 这个女生啊 她看到男生的一些行为 就忽然有点逗端 觉得本来很喜欢她的 忽然就没有那么喜欢她了 她从青蛙王子变成了青蛙本人 哇华现象 好像有一点点是对那个男生的贬义 但是我看完了这一个 深本小姐的解读之后呢 好像是说 你会感受到哇华现象的话 你要稍微关心一下你自己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恋爱观呢 好啦我觉得 首先第一个 我都不知道怎么发表自己的感想 首先第一个呢 我真的觉得这应该是女生男生都会发生 那可能就像她说的 如果谈恋爱经验比较少啦 或者是对自己没自信啦 理想太高啦 或者是过去恋爱有创伤的人 可能都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当然啦 在年轻人当中的流行语里面呢 会觉得女生比较容易有哇华现象 所以我大概可以想象 在高中生里面的吵架就是 女生会觉得说 男生你怎么这样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哎呦 我哇华现象不喜欢你了 然后男生就会觉得 你干嘛没事又觉得我哇华现象 你是不是恋爱谈太少 这个真的很像高中生会出现的一种 斗嘴现象 好啦 我不知道大家在听我节目的人 应该年纪都偏大吧 身边应该已经没有哇华现象存在了吧 但是这个现象 其实在日本算是一个蛮受欢迎的一个流行语 不知道你听完我这节目 有没有忽然开始审思了一下 自己人生当中的恋爱历程 是不是有哇华现象过呢 还是你觉得那个是日本人 比较才会发生的现象呢 好的 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特殊 不知道为什么变成 有点像是恋爱特辑的一集 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的话 别忘了帮我留下五星好评 也分享给你身边 对于哇华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们 最终研究生的脸酸IG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